我們訴求是其實這個禮拜四學生會所舉辦的自由廣場 那我們希望所有的同學就是今天有他的理念 或者是想要了解的事情就可以來參與我們這個廣場 這個廣場歡迎所有的想法、所有的學生、甚至是老師、教職員都可以來發聲 那這邊是我們高一小學堂就是實體的呈現 就是從選項一到選項五是我們覺得 前陣的選項是所有同學應該要一起支持 董事會要建立資源及時我們希望也有更強化公益監察人的角色 以及最根本的知效法它是應該被修改的 那未來高一是否真的要走向解散重組董事會或者是高一國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讓全體更多的學生一起來思考 一起來參與一起來挑戰這一個議題 到底什麼樣子是最適合高一學生的 那其他三個的話是比較偏校內的議題就是 就是整體校務發展 像大家關心很久的停車場 到底核酸它跟同事會的事情有關嗎 學生的停車場權益到底是誰要來維護 那董事會和校長的權責 是不是應該要有更清楚的釐清 那包含像書院可能學校投資了非常多的經費 對學生來講真的是非常有用的一個制度嘛 所以那就是我們今天學生會想要呈現給大家的 好歡迎大家過來 對就是歡迎大家過來做就是 可能不管是提問討論或者是發揚自己的理念也好 funct football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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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посмотреть 高屁 平台 Shift 感谢观看